大家好 我是紅火球 今天要來換空律 那空律基本上是五千要更換一次啦 那我基本上就是一萬才來換 但是五千會拿下來噴一噴 那我會兩個替換 因為我這邊沒有空壓機嘛 所以我會替換之後再洗一洗 或者是拿去給別人噴一噴就對了 好吧 那就來替換一下吧 那這種空律其實還蠻... 過濾效果蠻好的啦 就是跟那種比較老的車種 那一塊海綿比起來 過濾效果真的好很多 所以它張得其實還蠻快的 好吧 那就先來 因為G1的空律箱 要拆的話會擋 側條會擋到 所以要先把側條拆下來 好啦各位 那側條的話 就是有三個鎖點 三個鎖點 那第一個是在 偏前面腳踏板這邊的一個鎖點 那第二個鎖點在... 那第二個鎖點在飛圈踏板裡面 飛圈踏板要先打開 打開之後裡面有一個鎖點 那第三個鎖點在... 第三個鎖點在空律箱的旁邊 然後在這個... 空律箱旁邊就對了 就一個很明顯的鎖點 好吧 那要先把這三個鎖點全部打開 好啦 那三個鎖點打開就長這樣 那中間這個螺絲是跟旁邊兩個... 中間這個螺絲是跟旁邊兩個長不一樣的 要注意啊 這個不一樣的要鎖中間啊 好 那再來就可以把整個側條拔下來 那拔下來的方法就是這樣 那基本上側條就是用卡榫的 所以你一拆下來 有這個有點鬆的啦 一拆下來它就有個卡榫 所以基本上是用力拔 然後角度對了就可以... 往上拔然後往後拔 角度對它就自己可以起來了 那有些新車會很緊 那可能就要用力一點 但是不要用力過猛 用力過猛的東西會斷掉喔 通常往外折 然後一拔就可以拔起來了 那新車會很緊 所以要注意 然後這樣就可以拔起來 那飛雪道板機就打開了 沒打開是拆不起來的 好啦 各位 那再來就是空律的時間啦 那這邊一顆... 兩顆... 三顆... 四顆... 五顆... 六顆... 七顆... 都是用十字頭的拆開就好了 那我的空律箱有點壞掉了 所以我有買一個新的要把它裝上去 之前有撞到然後破掉 好 那就把螺絲全部打開吧 好啦 各位 那... 我把螺絲全部拆完 那拆完之後應該就可以輕鬆的拿起來 像這樣子 欸 有沒有 這樣就拿下來了 欸 有一點點違章 不過算是正常範圍吧 那這個我會輕輕再用 再用個五千公里才會換掉 我不會一次把空律用 就直接換掉 因為我覺得空律應該是... 清洗過是可以撐至少一萬公里的好不好 好吧 那因為我還要換這個... 這個... 我有買新的來換 因為這個之前有撞到破掉 所以我有買新的來換 那就先把它換上去吧 好啦 各位 那... 左邊這個是新的 右邊這個是舊的 那... 新的它沒有附這個頭啦 就先把這個頭裝到新的上面 然後等一下再來拆空律的 繼續講空律的地方吧 好啦 各位 我剛剛已經把它換好了 那花了一點力氣 這個束帶還蠻緊的 那用尖嘴錢加一下就可以換了 好吧 那再來才是重點啦 再來就是... 真的換... 這個空律 就... 這邊也是十字頭的 和一般的六角都可以拆啦 那就... 把它全部打開就對了 有123456... 也是6個螺絲全部打開就對了 再... 全部鬆開之後就可以整個拿下來了 嘿嘿嘿 嘿... 嘿... 拿下來了才棒啊 那這樣就是舊的空律 那舊的空律看是要丟掉還是要重複使用 我是覺得... 輕一輕可以再用一次啦 就是可以再用個5000公里左右 那這個空律大概是跑了6500公里左右吧 那就... 直接換掉吧 那這片我會拿去輕一輕啦 那等之後... 下一次5000公里再到了 再把這片再換回去 然後這片就用1萬公里再把它丟掉 我是這樣用啦 這樣覺得... 嗯... 比較不會浪費這一塊空律的使用效能啦 好不好 好... 那拿出已經預先買好的新的空律 那... 它這邊有寫名稱 欸... 我看不懂 好...算了 那就打開 然後把它裝上去就可以了 還蠻簡單的 就是照剛剛的螺絲鎖回去就好了 那先來裝上去吧 好... 那新的空律就照原本的方式放回去就好了 然後再把螺絲鎖進去 這一個螺絲有沒有 它的螺絲好漂亮喔 是金色的耶 那就... 把每一個螺絲都鎖回去 平均鎖回去就好 那不用鎖太緊啦 其實... 因為這種地方螺絲還好 就不用鎖到太緊也可以 那還是要鎖緊 就是... 不用說鎖到太緊 因為有些螺絲鎖太緊 它... 這個是塑膠做的 所以塑膠做的 人的力氣太大的話 你可能把它的... 塑膠的地方鎖到壞掉 所以就... 丟鎖就好了 那當然這個是有鐵套的啦 所以這個就比較還好 比較不可能會被你鎖壞 那如果是外面這種的話 就比較容易被鎖壞 好 那就慢慢的把它鎖回去吧 好啦 那我花了一點時間把它鎖上去了 那因為... 之前有撞到過 所以感覺它有點小歪 不過還是鎖的上去 那就... 就不用換整塊 因為畢竟預算有點到緊繃了 那就幸好啦 應該是先不用換整塊 現在應該是還可以正常使用 好吧 那再來就是把這個空濾外蓋 剛剛已經處理好的空濾外蓋蓋回去 那它蓋上去會有 擀一下的感覺 喔唷 夾到手了 好了 這樣擀一下就上去了 那再把原本的這幾個黑色螺絲 全部鎖回去就好了 好啦各位我剛剛已經全部鎖緊鎖好啦 然後再換完空濾之後 要剪裁的東西就是空濾的水 那空濾的水在這邊你看 對就在這邊 這邊有根管子 然後裡面有一些水嘛對不對 你看看就好像裡面有水 然後它你要把這個水漏掉 這個是空濾 不小心跑掉空濾的水 然後從旁邊流出來的水 所以你要把它漏掉 然後下面 下面這邊就有個蓋 你可以用尖嘴鉗把它 先把這個束帶往上用 然後再把它拔起來 讓水流掉 對 然後就像這樣讓水流掉 那流乾淨之後再把它塞回去就好了 那基本上不要滿出來 都還算可以正常接受的範圍 如果滿出來 你可能會開始吸不到氣什麼的 這樣空濾進水 就有可能是這邊滿出來的問題 那就把它塞回去 這樣才不會在路上亂滴水 那塞回去之後 然後再把這個 這個其實用手就可以拉了啦 不用用尖嘴鉗 因為它還滿鬆的 那再來把它塑緊 OK 那這樣空濾的保養跟更換 就差不多都變了 那再來就是要把測條裝回去 那測條安裝的方法 也跟拆的時候差不多啦 就是飛雪人塔把他先打開就對了 重點 那就把它塞進去 然後它有很多個卡榫 這邊有 五六個卡榫吧 那就 每一個都要對對好對準 然後再把它卡回去 那要注意前面 不要刮到前面的烤漆耶 因為前面那一片HQ還滿貴的 好吧 那就一個一個卡榫卡回去 它應該就會整個固定起來了 那卡榫要卡回去就不用什麼方向性的 就用力壓 壓它就會卡進去 好啦各位 那卡榫卡回去的時候 每個卡榫都會 啪一聲 啪一聲就代表你卡進去裝好了 好那再來就是要把測條鎖回去嘛 那就跟照原本的螺絲 就兩邊是這個小的螺絲 中間那個螺絲比較大一點點 然後再把它鎖回去就可以了 好啦各位 那這樣空律就換好了 那我剛換的時候 換空律的時候花了一點時間 是因為 因為之前它的有被撞擊過嘛 就那邊有撞擊過 我發現空律有點小凹 應該是塑膠有點小凹 不過凹一下還可以使用 那如果凹得太嚴重 可能就要整個空律箱要換掉 但是萬幸啦 那因為 預算也到挺多了 所以實在是不可能去換整個空律箱 那這就是 舊的之前被撞到的空律 那應該是還能正常使用 所以是不用擔心 好吧 那換空律就到這邊結束啦 那這邊 這個測條其實是 有磨損的有沒有 所以 所以它前面會有點關不起來 那一般來講 正常的是前面是會密合 好不好 好吧 那就到這邊啦 那換空律小浪 換空律到這邊結束啦 掰掰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